努力于立法或者司法权 所以NCC是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叫做执政党的委员 但是我还是要就制度面来告诉各位 提醒各位 也就是说NCC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 无论是在政策的辩护或者是政策的执行 要接受咨询 从第一届开始的NCC呢 突然就只有主委跟副主委来委员会 那这个缺点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人事的审查只有一次 就像今天一样只有一次 再来委员都不来了 那为什么说委员在必要的时候要来 主委副主委是代表NCC 没有错 但是上任以后各位不要忘记 你们都算部长级的政务官 而不接受立法的监督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也不会没有必要随便要你们来 但是呢比如说因为NCC四彩合意志 有时候呢会有 会有个别的委员他有不同的意见 那结果呢不同意见的人不来 然后可能主委或副主委跟这个委员的意见是相左的 可是他要来这里为做背询 做说明甚至做辩护 这是很奇怪的 我们其实不会刁难任何一个委员 我相信连在野党的国民党都不会故意的刁难 我们是希望熟悉业务的委员 能够来立法院说明 来这里背询 来这里甚至为政策辩护 所以我现在首先要先请问的 其实来这里背询 我刚刚已经说了绝对不会有人 故意要你们都来 今天是因为第一次要审查你们同一权 将来我们要除了主委副主委来的话 我们一定交通委员会一定会很清楚的说 为什么要这位委员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跟独立不独立是没有关系 我刚刚一开始就告诉各位了 下一次如果任何一个时间点 任何一个政策交通委员会 我不是说个别的委员 我说交通委员会要求六位 任何一位到交通委员会来背询 愿意来的请举手 好 非常好 那我今天的咨询跟今天的审查 大概就通过了 虽然我是执政党 但是我还是要很清楚的跟各位说这样 好 接下来 今天早上绝大部分的委员都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也关心到这个议题 我相信这也是不分党派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所谓的戏剧 台湾的文化 在这几年突然甚至全世界 包括原本遥遥领先的日本 都被韩国追赶过去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并深思的地方 甚至我觉得要痛切地检讨 非常好 我甚至听到我们这个洪真林委员 其实答复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因为音乐费时 没有错 我们不希望置入导致品质下降 甚至沦为广告 变成置入行销 但是我相信六位应该很清楚 韩国怎么做 我甚至强烈的主张 我们应该比照韩国 学习韩国就这么做 对不起我还是很难改口 秘书长 韩国是政府带着置入 整个政府带着置入 奖励置入 甚至给钱 要求置入 置入什么 置入他们的风景点 观光 置入他们的大企业财团 他们不反对财团 置入他们的产品 大到汽车 小到化妆品 他们鼓励奖励 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置入 更不要说 早上也有委员提到 甚至宏委员也提到 他们在黄金时段 比如说我们的八点党 我们现在八点党 有多少本土剧啊 一步 有没有 一步啦 可是韩国是 规定黄金时段 只能播放本土剧 当然啦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我们要看好的 不能硬塞给观众 如果本土剧的水准不够 没有竞争力 就强制要观众接受 这个也很难 但是韩国怎么做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黄金时段 我告诉你 我妹妹在美国当家庭主妇 她以前只看日剧 因为她说韩剧都乱演 法律的也没有专业 医疗的也没有专业 没有那么精准 日本不是哦 日本你要在戏剧里面 说法条 说制度 说什么 他们是要考证的 医疗尝试 医学尝试 要演医生剧 他们也是一定要医学 确定审查过 准确的医学尝试才可以 韩国不一定来这套 但是 连我妹妹这种水准 她都 现在都 日剧都少了 换韩剧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我们要学习 跟深思检讨的地方 因为国家强烈的主导 而非常的成功 成功在哪里 成功在 连日本人都去追韩星 都去韩国观光 他们还是世仇 你知道 韩国呢 心里面讨厌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去 观光的时候 他们钱照赚 越多越好 这是我们 要检讨的地方 所以呢 下一次 下一次各位就已经不是 被提名人了 下一次各位都是委员了 我要要求 要有具体的做法报告 可以做到吗 下一次的施政报告 要来之前 就告诉我这个 要具体的做法报告 我今天后来特别还要求了 文化部的专门委员 请文化部派人过来 蔡专伟还在吧 黄专伟对不起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起来 好 我们就先不讲中国戏剧 我们就拿韩国来 当作我们追赶的目标 好不好 好 再来我早上也很认真听了 一样 我们要讲 汇流无法 我已经讲了 你们 无法有六个委员 不同意见 比这个法还多种 所以这个问题呢 你们要赶快 齐心努力 取得最大的共识 反媒体垄断 大家也都说了 但是我想要在这里 跟各位分享的一个 反媒体垄断法 我的思考呢 已经不单单只有在 媒体这个板块 台湾严重的是 媒体加上金融 怎么办 媒金 媒金 在一起 那种加成的效果跟影响力呢 恐怕 才是我们真的要忧虑的 我甚至要忧虑的 还不是只有媒体垄断 而是 媒体变成政治的工具了 这个政治的工具呢 还不只是只有我们自己 内部国内的政治角力 这个 这个 媒金的 造成的媒体垄断 已经变成是 中国 在台湾 对台湾 我们的政治介入 赞成的举手 你们都不敢举手 你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是不是 还是听不懂我的意思 哈 我算口齿清晰吧 你们不敢说 这个很危险哦 你们如果 不清楚 没有感觉 那非常危险 你们如果觉得 不重要 没有关系 那更危险 你们如果不知道 那么 你们不能当 NCC的委员 我要告诉各位 请各位 因为我的时间到 哈 请各位去思考一下 我们将来的 反媒体垄断 这一块呢 是不是也要特别考虑一下 中国 介入的影响力 这一块 同样 我期许你们 在下一次的报告里面 在上任以后呢 这一块 也能够 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 除了 以往的思维以外呢 我们应该要有 国际上的思维 特别是 中台两方面的思维 谢谢 好 谢谢叶宜金委员 我们接着请 蒋乃兴委员 你没有跟我敬礼 有 好 抱歉 我没看见 好 对不起 那我没有回礼 我私礼 好 谢谢 请 六位提名人 请六位被提名人 我想我们另外提拟人 我想我们今天 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那我们常常讲过 NCC是棍子 文化部是红萝卜 对文化产业方面来讲 NCC是手上拿的棍子 文化部拿的是红萝卜 我们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们咨询文化部的时候 也常常感到文化部的无奈 尤其是我们台湾电视 过去台湾电视 是制作的文国 可是现在的台湾电视呢 是代工的 帮人家打工的 大部分很多的 不管是目前编剧的 演员 后制的 通通都跑到大陆去了 去做打工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 会变成这样 我们台湾的电视剧 三年前 我们制作率 只剩下40% 两年前 只剩下30% 到现在 20%不到 大部分的 50%到现在 都在比较 电视剧 10%到人家 下红萝卜 已经说了 七尾 一个 собственно 大概是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看到电视 现在冠名的问题 您觉得冠名的问题好不好 如果认为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举手一下 让我知道 否则的话 变得一个一个 要上台来表示意见 你觉得目前的冠名 恰当不恰当 孩子跟我不知道 什么是冠名 都知道吗 应该都知道吗 如果现在不讲话 那请在投票前 用书面给我 说实话 我们现在看电视剧 上面厂商的冠名 冠上去 这是我们NCC容许的 可是其他的 一概都不容许 刚刚叶委员讲到 韩国的问题 韩国一年的 文化产业的出口产值 比汽车的产业的出口产值 还要多 为什么 为什么韩国的出口产值 文化的出口产值 可以比汽车的文化产值 还要多 就是他们放宽的 所以你看韩剧 带动了多少的产业 可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可以吗 我上上个礼拜 咨询政部长 他说 这是NCC的问题 NCC不同意 只能冠名 冠名的后果 就是大家不去制作 台湾的电视剧 冠名的后果 就是大家都只向韩国 日本 大陆去买电视剧 然后用冠名的方式 如果你让他们 在戏剧里面 把台湾的产业 融入在里面的话 那他们就会去制作 台湾的电视剧 他们也可以筹到 很多很多的资金 所以很多电视业者跟我讲 我不需要你政府 补助任何一毛钱 可是你不要把我绑手绑脚 你把我手绑起来了以后 你一年 一部剧 也给我那么一点点钱 我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干脆就是买别人的剧 我怪名就好了 怪名我可以收到钱 虽然钱收的没有很多 可是至少总比没有好 那我不要制作 我只是买剧 我的成本也可以降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的电视制作率 从这几年来 从40%一直降到25% 那我们台湾的影视流行音乐的 还要吗 我们的电视剧 可以把台湾的流行音乐 可以摆进去 我们可以培养我们台湾的人才 所以 如何棒子跟红萝卜 把它融合在一起 来让我们台湾的电视业者 能够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进而向海外去退展 把台湾的人才留在台湾 否则的话 你看大陆现在做的 任何的一个戏剧 你台湾的人才 他用同样的价钱 或者是 你是台币 人家是人民币 虽然数字是一样 可是就差了五倍 你去了以后 你旁边 他塞了几个人在你旁边 你要负责带他 训练他们 两年三年 把你技术学会了以后 一脚把你踢开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人 如果我们台湾 我们的电视节目 我们自己在台湾自己做 那我们台湾的人 不是留在台湾吗 为什么要流浪在大陆呢 这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呢 可是为什么会现在 目前的现象是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NCC真的是要检讨 另外 还有 OTT 我们到底OTT要不要管 我看了各位的书面的资料 张所长是说不要管 还有 哪一位说是不要管 其他的都没有提到 有关OTT到底该不该管的问题 OTT该不该管 认为不该管的请举手一下 都不举手 到底要不要管 要不要管 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 基本上 基本上他应该是说 要用 不是所谓的以管制网路的方式来管理OTT 而是看怎么样去导引内容 可以扶植本地的本国的制作的节目的方向来处理 不是从管制网路的角度来处理 我就是要问的这个东西 你看OTT现在来讲 对台湾的内容会有帮助吗 如果照目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对台湾的内容会有帮助 一点帮助都没有 然后国外的 通通一起进来 你看现在爱奇艺在台湾也设台 也在台湾是一个分公司 那爱奇艺到底是在台湾 是算他的分公司吗 你这两岸关系人民条例来讲 他不可以啊 他是爱奇艺的分公司吗 应该不是吧 那他到底是什么 那他用别的名义 对外来讲是爱奇艺的在台湾的据点 台湾的分公司 那这个我们也不能管吗 那他有需要在台湾设分公司 他的目的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要从这里面去切入 如何能够扶植台湾的内容产业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或者你看 OTT的网飞 爱奇艺 这样子的进来以后 我们台湾将来什么都不要了 那我们还谈什么文化创业产业呢 如果要管 我们要怎么管 我真的我不知道要怎么管 因为将来大家都是到各位 来决定啊 第一个 我们能不能针对自路性行销的这个部分 对我们的电视产业来讲 能够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开放 这个大家赞成不赞成 好像大家都点头 对于 对于 OTT来讲 如何能够让他们的内容 在如果OTT在台湾的话 有一定的百分比是台湾本身制作的 电视产业内容 这个可不可以 我看大家也都在点头 可是怎么做 要怎么做 所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各位委员是不是能够在我们行使同意圈之前 给我书面的资料 让我来看一看 你们未来 为台湾的电视产业 你们准备要怎么做 好不好 谢谢 接着我们请李立芬委员咨询 主席 麻烦六位提名人 麻烦请六位提名人 今天我想要针对 那个儿少上网安全的问题来请教六位 那虽然儿少上网安全这个议题 看来是我们NCC的一个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业务 可是基本上这个问题应该是 目前我们在国内所有的家长 还有老师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来请教各位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儿童少年 其实就在网络时代出生的 所以其实网络对他们来讲 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可是因为网络我们看到说 现在的儿童少年 他在网络上很容易接触到 有害身心健康的资讯 还是说前阵子网络的霸凌的问题 也非常的严重 以及有越来越多的性剥削的事件 其实是透过网络的来发生的 那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是利用网络来诱骗 或促使儿童或少年遭受到性剥削 还是利用网络来散布 儿童少年为性交猥亵行为的内容 那因为这些事情一再的发生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目前在 儿童少上网安全 以及打击相关的范界 真的是非常的应该要刻不容缓 要采取相关的一个行动 所以在这边呢 首先要先请问六位的提名人 那你们认为网络网络平台提供者 网络网络应用服务提供者 以及电信事业的主管机关 是哪个单位应该要来负责的 我们能不能先从我们未来的主委 这边开始回答 是 跟委员报告 据我的了解 这个部分好像会有不同的单位在做处理 就像之前那个游戏也是有分类分籍 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些在经济部 内政部还有其他相关的部会 大概各有一些执掌 OK 谢谢 我知道现在我们通常会有一个iWIN的窗口 那我们会接到这些申诉的话 我们会把它就是说业务执掌 给内政部有的是给内政部的 有的业务是教育部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有在运作 这个机制也在运作 我想说现场的何伟员 他也蛮熟悉这个业务 谢谢 谢谢 那能不能请我们的 福利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有儿童期少年福利法 跟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 所以那他们基本上主管机关 应该是在内政部这个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涉及一些媒体行为的部分 那比如说像电视或者网路 那这边当然有一个部分是NCC必须主管的业务 就我了解是这样谢谢 谢谢 好那请 韦瑞好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它是涉及了跨部会的权限的问题 这不是只有NCC 还包括刚才讲的内政部教育部 其实还包括像卫福部这些相关的议题 那刚才那个我们翁副主委里面 这边有提到这个所谓的IWIN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目前的做法来讲是由IWIN这边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案件 交给各个不同的主管的各部会来去处理 好谢谢 我们请下一位 委员好 那这个事情确实是限制到各个部会 要它的不同的偏差行为而定 那目前NCC的做法 主要是扮演这个通报的角色 那是不是以后可以研究 跟这个相关的业者来更积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 我想以后我会带来努力 谢谢 谢谢 那主力 李委员好 现在因为依照阿萨法 所以说我们成立了一个IWIN的组织 那当然外界有人认为IWIN可能太消极 能不能更积极 事实上通传会已经跟那个卫福部 已经有提出一些更积极的修法 未来有没有可能来做一些更积极的做法 另外事实上通传会可以在 因为毕竟NCC是现在IWIN组织的召集单位 那在NICI底下有一个内容安全的委员会 那事实上这个召集人就是内容处的 内容输出的处长来召集 所以事实上NCC可以在这个召集的情形 然后跟相关部会 比如说警政署啦 卫福部啦 然后经济部等 我们可以立望把大家的各部会的横向沟通 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一块是未来我们通传会 可以再更积极着力的提案 谢谢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六位被提名人的回答 其实我觉得很高兴一点说 其实大家对这个业务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个了解 那同时也从大家的回答当中 大概有点出了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的 在目前这个业务上面的一些问题 一些现况 那其实我在这边要跟六位来说明的部分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2015年 我们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也修正过了 叫做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那里面的第八条就有提到说 这些业者他有通报责任 那其实我刚讲的那些业者 就是那三个业者 就是在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八条 提到的三项业者 就是包括网际网路平台提供者 网际网路应用服务提供者 及电信业者 知悉或透过网路内容防复机构 其他机关主管机关 而只有第四章情事的话 应先行移除该资讯 且保留相关资料至早90天 然后来提供司法跟警察机关调查 那如果违反的话可以依47条 由墓地事业主管机关处新台币 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然后还可以命期改善 然后没有改善的还可以按次处罚 所以其实这个法虽然已经修正通过了 可是其实目前还没有真正生效 所以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说 在这个条文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谁应该来 做相关单位的这些分工 就是这些业者应该怎么分工 应该怎么通报 谁应该要去处罚的这件事情 就是很遗憾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好像我们的卫福部这边的公文 有来到我们NCC 我们NCC又公文又回过去给他们 目前好像都还没有确定 我不知道说 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说我们 我会觉得说就像刚刚各位提出来的 好像因为网记网路 它没有主管机关 它就是在相关的单位 那也依那个行政院的那个内容的 那个管理的那个小组里面 做的网记网路的一个管理的分工 也回归到我们 我们的NCC只有电信业者 其他的部分都回归到全职单位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公婆众多 所以造成了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互相推诿的现象 那我自己从民间来 我们常常就是很无奈的看到 我们政府单位 特别在网记网路这一块 就是完全都找不到 谁应该来负责 那有些虽然有做这样一个分工 有些内容 其实现在都还找不到负责的单位 例如像手机的应用服务这个部分 像LINE这类的那个社群的服务 还是那个视讯直播 我知道我自己之前在行政院的 儿少小组里面 其实在那个小组里面讨论 还是讨论不出来 谁会是主管机关 谁应该来负责 所以在那个小组其实就把这样的一个议案 是要交到我们那个行政院的这个内容的那个小组里面去讨论 可是目前好像也都还没有讨论出来 那我想说这是目前我们在整个儿少上网安全 我们会觉得比较是一个应该要去克服的部分 如果这部分没有办法克服 如果我们的跨部会的单位没有办法通力合作的话 我们在儿少上网安全这部分的政策 这样一个皇父皇是没有办法去建立起来的 那我想说 其实NCC当初在成立之初 我们社会其实对于 终于有通信传播主管机关 我们是寄予厚望 但是这些人来确实就出现 出现上这种儿少网安 还是网路霸凌 儿少性剥削的案件 我们民间 就是我们看民间 其实对于政府处理的态度 其实是失望的 那NCC也一再主张说 网路是没有主管机关 需要是夸 部会的协调机制 可是这个机制对我来看 又好像是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其实看到儿少是暴露在 网路相关的一个危险当中 所以最后我要特别要呼吁 我们的新任的主委 副主委以及我们的委员们 就是对于儿少上网安全的工作 我们NCC在未来 是不是可以更勇于认识 特别是在于 无法协调出全者机关时 NCC作为国家之通安全汇报 网路内容安全分组的主则机构 是不是要更勇于承担 让我们的儿童少年 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 学习与应用数位科技 那以上是我对各位的一个期待 那谢谢大家 谢谢主席 接下来请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不在场 请许志杰委员 对不起 主席大家好 我们请主委 请哪一个主委 张主委 还没 还没 先来的未来的 未来的主委 请张婷宇女士 我们未来的主委好 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 有线电视跟MOD跟OTT 未来到底 以你的角度应该怎么样去发展比较好 跟委员报告 MOD是中华电信的一个品牌 那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之前它的定位大概都已经有清楚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 那现在就是说 针对网级网路 它其实有心情态的 就是over the top 就是OTT的这个部分 那事实上它在属性上是 很像系统台 很像系统台 我比较简单问 这样子不知道你到底要回答到什么程度 那个OTT听说要跟MOD合作 这个是不是事实 有没有听说这个讯息 MOD合作 就是OTT 将来跟中华电信MOD会有一个结合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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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主委知不知道 他们应该会有 结结 然后会有财长 还是我们石主委比较少 目前没有 好了不然我们请石主委 给我们回答一下 其实刚才这个 湛主长所说的在概念上完全正确 不過生意的細節可能目前在進行的情況 不是契約兩方以外的人可以輕易了解 就我們從中華電視今天得知的訊息是 合作的細節沒有辦法談攏 所以目前並沒有合作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合作關係 那現在的愛奇藝呢 未來到底跟台灣 我們到底要不要管制啊 一直到7月31號為止 我可以很明確的回答委員呢 包含今天上午有所有委員問到的 OTT到底有沒有這個法律的規範 我明確的回答有 所有呢在中華民國境內該遵守的法律 是一條都不能少 只是重點是在於就像詹恩所長所說的 是哪一方面的規範 比如說納稅呢 中華民國境內之所得 一定要在中華民國境內納稅 這個絕對在法律上完全沒有問題 也有依據 財政部也已經把認定標準定得很清楚 是可以執行的 那如果內容違反中華民國 強制或禁止的規定的法律的話 也可以以中華民國法律去處理 那這個部分呢是一般所說的行為規範 這個比較一般性的法規都沒有問題 可是剛才張首長也說得很清楚 業別式的特別針對OTT叫他來遲照 叫他呢一定要在這個落地 然後要完成幾項的義務 而且中華民國國民看不到 不在中華民國合法落地的所有OTT呢 管到這種程度的呢 很少 這我也順便回答上午呢 執政黨委員很多對 那為什麼提到這個只有10%和服務 還有幾億的環境 所以當 要分析的話 尤其是一個就沒有 尤其是一種特別的 這會涉及兩岸在相關的 現在這是對等的問題 我會說這就是核心的問題所在 那現在是不對等對不對 就我所知目前兩岸不再談這個問題 因為包含舊政府跟新政府很明確的是 不讓對岸的廣電內容產業在台灣落地 所以後續就是我們到底準不準他們 那他們會不會準我們 這要看兩岸的協談情況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也不清楚 不能預測 要看新任陸委會主委以及 德制新政府的訓令是什麼 那我們未來的主委 跟我們時主委意見有沒有一樣 就大的方向上來看 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為了要讓台灣 因為任何一個措施他會有他的目標 那這個目標我們現在就很清楚 是希望能夠讓國內自己本身自製的節目 可以有更多的平台 而且要能夠產生一個好的進行 所以現在就是OTT要不要管制到什麼程度 那這裡面就牽涉到說如果希望他來落地 然後在這邊有繳稅 可以同時有一定的比例可以來支持 國內的本土的業者的自製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會牽涉到 跟兩岸人民 那繳稅財政部 之前我在教委會有質詢過 財政部有答應說要做 當時的 稅還是有兩種不一樣 他以現在的方式 他不是用subsidory 他是用agent的方式 那那個稅基就會不同 所以現在財政部已經訂好了 剛剛石主委講說財政部已經訂好了 他是agent 是已經訂好了 他的主體的型態不一樣 如果是子公司或者是agent的話 他的那個稅是計算的比例不一樣 一個是10% 我有點忘了是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一般的營利市 但是細節 細節你再跟石主委糾結清楚 我現在要的就是說 那個稅的東西不能免 那希望說將來我們NCC 跟財政部那邊一定要check好 就是說我們不要讓愛奇異到我們這邊來 賺我們台灣人的錢 結果沒落到稅 這個是我們比較在意的 一個是稅的問題 一個是對等的問題 今天他要要求我們 我們要配合 或者是說他們要配合我們到什麼程度 總是對等 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 我們事實上是很對等都很開放 那現在因為對岸它不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那跟我們之間又有特殊的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他就必須說 到底我們要拿捏到什麼程度 希望說我們兩位主委可以研究一下 那未來什麼走向要走到什麼程度 我們希望要很清楚 是 我們會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你自己的工作報告裡面也講到說 境外OTT落地如何管制 這個是你的工作報告的第17頁 OTT無法被認定是頻道業者或MOT 所以其實基本上不太贊成太多的管制 但是境外的管制又比較特殊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說 未來要怎麼做 定出方向之後 或者是稅怎麼收 是不是麻煩那個 將來NCC可以給我一份資料 那這個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有 有結果可以給我 等到我們8月1號之後 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好 那我們石主委要趕快經驗傳遞 不然這個有時候這個是政策要延續 那另外一個就是剩下15秒 那個分組付費 分組付費 分組付費未來會怎麼實施 針對這個部分以我的理解 在通團內部已經有一個草案 那 現在是五個草案裡面 要用第五個草案 石主委知不知道 就是那個分組付費 那 其實詹所長掌握進度是蠻精準的 那我們現在是有整套的縮帖 包含了整個有線電視產業 跟民眾目前付費收市的情形 各縣市實際執行的狀況 還有所有的收費標準的差異 然後我們是通盤的去做歸納跟整理 現在你們有五個方案對不對 非常可能不採特定單一的分組付費的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一階段 是希望各方意見可以更踴躍的參與 那所以現在目前是希望用哪一種方案 正在徵詢各界的意見 我們還沒有任何預設的立場 目前都沒有預設的立場 是 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就是要增加消費者可以選擇的機會 那分組付費以後會不會實施 我們希望越早推動越好 什麼時候要實施 我應該很清楚 在很多競爭區域呢 其實業者已經主動降價 跟提出不同的費率組合模式了 所以這個應該要問未來的主委 什麼時候到底會實施分組收費 因為人民總是會有他的權益問題 那不見得每個人都要繳五百塊 那這個分組收費 主委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實施 就是完成一個可以兼顧到人民 兼顧到業者 可以有一個平衡的角度 大概什麼時候或什麼立場 這個有沒有法定的期限會在七月底之前 我們在六月份一定會送到大院 根據去年十二院大院的那個 我們已經把相關的草案都做完 再徵詢意見 我們一定會根據大院的決議呢 送進大院 由大院來做審查 所以六月份會送進來 一定會 那現在就已經六月了 所以已經快送進來了 那送進來之後 就是你們自己版本 目前NCC的想法 有沒有什麼大概概略的方向 委員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把整套資料給您 目前我們已經把這個意見徵詢的資料 都已經公開上網了 好 那你就把那個給我們 好 那那個也希望說 將來可以兼顧到人民 兼顧到業者 這個當然都會有一個平衡點 那總是希望 不希望說傾向任何一方都不好 所以希望說 能夠讓人民有一個分組收費的 基本的權利 好 謝謝 我們接著請顧力熊委員質詢 麥克風委員 麥克風委員 我們國會改革 因為他們還沒有就任 我們國會改革正在討論 人事同一聽證怎麼弄 是不是請一下 石主委 還有那個被提名的 請石主委 被提名的詹所長 被提名的詹廷儀小姐 我是想請教當然現任的主委 以及即將就任的主委 有關那個患照評鑑的問題 因為我在擔任這個 全國律師公會理事長的時候 我曾經因為這一個 各相關的電子媒體跟評媒媒體 因為這個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形 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就募了一筆錢 找了相關的研究所的學生 就每天去撤入 電子媒體上面 違反偵查不公開的一個情況 那後來發現非常的嚴重 只做了半年就一大堆 那違反的單位很多 海巡署 調查局 各個警察局 刑事局的 派出所的 什麼都有 什麼 只要是有涉及到在做調查的呢 這些刑事案件偵辦的工作 都有在違反偵查不公開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發喊全部 這其中啊 這其中我也給了NCC 那麼NCC給我的答案戶是非常的軟弱 意思好像是說 沒有什麼招可以來對付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我舉的只是一個違反偵查不公開 還有相關的兒哨 很多違反現行的法律做了不適當的報導 但我們現在這樣子的一種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做一個傳播媒體的主管機關 如果是束手無策的話 那我不知道誰能夠有辦法 那個我先請一下施錄 簡短跟委員報告 現行以來的運作 一直以來到現在的運作方式 第一個呢 委員所說違反偵查不公開 委員應該很清楚 偵查不公開的那個約束主體 是指偵查跟協助偵查的機關 那委員所說的是 更下游的這些機關違法之後 把這些資料提供出來 然後媒體照播不誤 那委員的調查非常有系統 簡單跟委員說明兩個法律上的依據 第一個在無限的部分 是比較嚴格的在規範 有關於偵查中案件的評論 跟報導是受到比較多的限制 在無限的部分 可是在衛星的部分 類似的規定在衛星並沒有承襲下來 所以它是不是所謂的 直接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呢 它就跟無限的情況有點出入 但是委員所關心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說包含違反其他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它也很可能在其他機關先裁罰之後 會有裁罰的紀錄 那所有裁罰紀錄都會在換照的時候 是一個負面的評分 會扣分 好 我就是在講到這個地方 你們講到它成為一個負面的扣分 但換照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事情 每一個人如果你被他換照了 他會覺得說你事前沒有按照行政程序法 給我走一個好好的程序 對不對 所以當時廣電商法要合併的時候 曾經提出這個祭典制 後來廣電商法當然沒有通過 但現行當然仍然有換照 根據換照你們就有一個評鑑 然後為了評鑑 你們又定了一些辦法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比較和諭無差別的待遇 而且事前告知遊戲規則 你到時候被我換照 你就不要叫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時廣電商法合併當時提出來的那個祭典制的概念 我是認為可以採刑 也就是說 我處分是一回事 我 我警告你是一回事 其他相關單位 為了這件事情 他有對於這些違反正 相關法律有做什麼樣的規範 這是另外一件事 從一個規範媒體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我當然要跟你講說 你每三年要給我換照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面臨的快要被我不允許的一個程度 這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我是所說的是很正確的 但現在修的廣電商法 在衛廣法已經變成六年換照 它中間要經過評鑑兩次 那評鑑的時候 已經會把它相關的這兩年期間的表現 會做總體的評價 而且會就個別項目合格或不合格 會個別審定 那我們這一次在授權執法裡頭 特別強調委員剛才所提到的一件事情 如果媒體它自己違法的 內在的legal compliance 它的法律遵守的自律機制 如果失靈 我們認為單項就應該嚴重警告了 所以它不會到六年的時候 才是死活的決定 我知道 你們在中間 你們在中間會給它警告等等 但我看到的是警告再警告再警告 然後最後還是換照 所以我現在想要問一下 那個即將就任這個主委 那你對這件事情 你怎麼樣子讓它 在一個有客觀的遊戲規則 事先大家同意的一個遊戲規則的情況之下 來達到一個客觀審核的一個標準 然後最後呢 違規到某一個程度 它換照 它提起行政救濟 打到行政法院 也沒有話講 這一點 是 我想透過剛剛委員的這個提問 跟剛剛石主委的回覆 其實把現況它的那個困難度 還有就是說到底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已經呈現出來了 所以事實上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依照這個自律 然後還有這個換照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事先把這個部分做更清楚的說明 然後具體的去落實它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難 我認為現在這種 違反相關法令的這種 要求自律的這種可能性 幾乎是無期待可能性 那所以 我想我一定會盯著這一點 就是說你在NCC唯一的一個方法 當然除了處分以外 就是換照 那你在換照的時候 每次你把一個東西 一個弄掉了以後 它就跟你哇哇叫 那我只是希望說 事先建立一個客觀的一個基準 讓它這樣子的一個哇哇叫 不會成為一個在行政環 被翻盤的一個理由這樣 好不好 好 我們接下來請孔文基委員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石市后主委跟被提名人的詹 詹怡婷 請石主委 還有紅甄霖好不好 紅甄霖 詹怡婷小姐 紅甄霖小姐 好 謝謝 主委你快要卸任了 那早上我有聽一位委員質詢 他说我们现在一般人 对NCC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普遍就是跟财团靠拢 陈沃博委员的咨询早上 78.2%是跟财团靠拢 我们可以容我说明吗 我知道我等一下会请你说明 那对NCC是一个机构的调查 而且那机构呢 NCC不满意 持续发布类似的讯息 已经好几年了 对NCC不满意是58% 那是一个特定的机构 我很怀疑他们民调的做法 特定的机构 而且他们成员我都认识 在你任内你对 你不认为说你们是跟财团靠拢 那是其中一个调查 而且那个机构呢 我觉得他们调查结论 几乎都有同一个趋势 他们并没有公布他们样本数 调查方法 跟他们的信心值 跟各种偏差 还有呢 所有调查经过跟问题的内涵 是哪一个机构调查的 这就叫做数位汇流的某个单位 好 那主委你先再一表 谢谢 可不可以请那个詹 对提名人 这个 从早上的咨询 我听到大家都对您 这个有很多的疑问 都认为可能是你很直前 还有你蓝力的倾向是什么 这个都难免了 因为你曾经有参加过凯达格兰第一期的 凯达格兰学校第一期 对不对 那同时呢 你这一次在新竹市的立委呢 这个说你是挺那个时代力量的 然后政党票你投给DBP 民进党是因为你很认同李应严 是不是有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您是因为认同李应严的哪一个部分 你就投给 政党票就投给DBP 跟委员说明 那个是也是一个媒体的报导 那事实上那个不是经由我的访问 所以你跟李应严委员很熟吗 还是 因为当时是因为政党票 他是有那个不分区的排行 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对就是说希望可以 如果问我自己个人的话 这个我想被提名 后来我再看你的资料 就是你跟那个什么 吴志阳委员跟连胜文 也都非常的熟悉 那我认识令尊 你过去是内政部的主秘 所以这个蓝地几乎都有了 我过去在内政部服务五年 当时吴志阳的父亲 吴伯雄是部长 主秘是就是令尊 那那个时候我是在内政部 这五年期间 所以我倒不是说 质疑你的蓝地的倾向是什么 那但是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您被提名接这个主委 是不是有什么伯乐 伯乐是哪一位伯乐在后面 来帮您这个 您认为您的伯乐是谁 跟委员说明 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回到那个报道 其实我并不认识 不是 你自己想说你会被提名到NCC主委这个位置 总是有一个 这个人有一个幕后的一个推动的手吧 一个伯乐嘛 那您认为是谁 是蔡英文吗 还是 以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政委嘛 就是督导 就是政委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可能 政委 政委是谁 施政委 施俊级施政委 哦 施 施 施几生是吧 因为 施俊级施 施政委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头 其实也借这个机会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大概在数位汇流的领域里面 从电信自由化我就开始参与了 所以大概已经是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我知道 这个你不是这一方面的专精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大概 现在我最主要是 我要问六位被提名人 因为不见得说 每一个被提名人 这个委员会出去 都可以送到立法院去表决了 曾经就有某位 我们前任立委周首逊的太太 就在我们交通委员会 审查的时候 就被除名了 所以现在是要问说 你们六位 有没有兼任 传播媒体公司的董事 或者是什么 有没有投资什么股份 当股东的 有没有 你们六位有没有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当时周首逊委员的夫人 没有通过是因为觉得说 跟传播集团 有很密切的关系 跟我说明我个人的状况 我不只是没有参与任何跟传播媒体有关的 我连一张股票都没有 然后我跟财团也没有任何的投资的关系 好这句话这句话要列在我们国会国会殿堂 不要像中研研究院欧企会院长这样到时候报出来是有 好的那个我想这个这是一个啦 那个红时间到吗 是 还有两分钟吗 没有 不是不是八家 大家都一样的 对 那再三十秒好不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红真凌 红真凌是这个你的论文审查部分 论文审查部分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现在问题怎么样 有没有厘清 你的论文审查 深等教授 报告委员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质疑这一点 那我可不可以问他一下吗 可以 但是时间到了 好了三十秒吧 对不起因为委员我不知道您这个问题具体指涉的是什么 没有我说彭文正 彭文正先生他这个是针对说你这个深等教授论文的审查的部分 基本上我个人我在台大服务十年 然后我在2014年跟2015年 那我提升等正教授 那2014年那次升等并没有通过 2015年升等通过 那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那希望这样回答 你认为是没问题 是是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要等待我们严格的检验了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台大非常严谨的制度所通过的结果 谢谢 接着我们请李燕秀委员 谢谢主席 我是不是可以请欧伯中欧委员 请欧伯中先生 委员好 谢谢委员好 你是大概是在NCC这一次提名当中 少数就是可以获得连任 这个记忆犹新的话 两年前你被提名的同时 当然在现场过去立法院上一届的委员 大家对你还有很多的意见 或者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甚至有很多人不愿意帮你背书 拒绝投票 我想你心中应该是五位杂层 不过这都是过去式 今天我想就未来要如何去做 也要跟您做一些探讨 但是就过去 过去当然你在NCC委员任内 有几个被关注在NCC讨论比较大的案子当中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态度跟看法 包括等一下黄国昌委员也会进来问 远传病中家案当时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你捡打脚因为我只有五分钟而已 我的意见就是说 在那个就是他这些负担 就是要 你当时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 有条件的支持 因为我是有两点疑虑 就是因为那个 因为就是这法律效果要讲清楚 因为尤其是那 有条件的支持 承诺 他的承诺的部分的第十七项 好 那你不用跟我讲细节 因为其实这个案子我没有很深入了解 欧委员 有条件的支持代表你过去是有条件的支持 未来这个案子如果重新再审 你是不是一样会有条件的支持 我会持续的关注这两点 你不要说就是关 你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 但是这两点还是你的坚持 好 欧委员 我希望你的专业不会因为政党的轮替 而对过去神的很多案子 你会突然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这是一点我会关注你 你过去有条件的支持 过去支持的理由 跟现在支持的理由 如果情况还是一样 你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我会去关注 当然过去你反对或有一日的那两点 那我们就看后续怎么去发展 那包括在现场很多的委员 当然很多大部分都是新任的 同样的如果是过去有一些态度 当然石柱伟8月1号就要离开 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再检视它 不过有几个案子是 后续委员也会问到 除了当然是远传病中加是一个比较大的案子 大家都很关注之外 未来有可能再重审 包括我们政委 施政吉先生也除了说 要表明说要重审中加案之外 当然还有几个案子 民进党委员也很关注的 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审 如果有提出来的 包括YMAX的这个案子 当时您的意见在委员会 您的意见是什么 我想YMAX这个的话 很清楚的就是说 你当时你不用跟我讲细节 你当时是支持还是反正 因为我剩下1分56秒而已 因为他没有履行事业计划书的责任 所以说我没有支持他犯账 没有履行事业计划书 对的责任 好 所以你是对于这整个政府的大方 因为YMAX这个案子 是在游席坤时代 扁政府时代 就开始鼓励民间跟政府 都一起投资的案子 当然这个案子是上一届 马政府时代才在审 当时但是是当时游席坤时代 在扁政府时代 这个案子就开始 就说政府要重视这一块 所以鼓励民间也投资 政府也出资了300多亿 对不对 我的数字应该没有错 大概就是民间跟公共投资都有 将近600多亿 但是如果因为一个政府的投资 一个政府鼓励民间的投资 只因为刚才你讲的那句话是 它没有什么 其实就是它没有 理行事业计划书的责任 就我来看 就我过去对这四个字的 单纯了解 这个是可以补救的 我不知道你们审议的程序是什么 我只想讲了 我不知道这个案子会不会有机会再审 我不知道未来民进党 民进党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但是我只是认为 所有的案子在审议的过程上 我只是再一次建议 所有你们过去的 通过或不通过 我希望是秉持着专业的立场 而没有任何的颜色 但是我也认为说 类似像YMAX这样子的计划 政府投资300多亿 民间也鼓励说政府要投资 政府鼓励投资 民间也出资300多亿 即便要策照 后续的处理 我觉得更应该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配套措施 否则以后人家大家说 政府鼓励民间投资这个 没有人敢投资 那也就是为什么未来 公共建设的投资会越来越少 包括最后给我30秒 NCC未来所有委员会 我再一次在现场所有的委员 NCC所有未来委员会 重大的议案 我认为委员每一个案子 是支持还是反对 支持的理由是什么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都要公开来 让所有的民众解释 因为如何达到技术中立的原则 也是翁委员 你在你的证件上面所讲的 我们也希望 你们投票每一个议案 投票的结果 也可以让国人知道 这是以上我的建议 好 我们接着请黄国昌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 有请六位被提名人 请六位被提名人 各位被提名人 有很多是以前学界的前辈或者是朋友 不好意思哦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一次请六位上来 请六位不要见怪 第一个问题哦 我相信2013年 2012到2013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 应该都听过 在那波运动里面 针对反媒体垄断专法 民间团体 学者专家 提出了民间版的反媒体垄断专法 其中有几个重要的诉求 第一个针对新闻媒体 设立明确红线 第二个公共利益纳入审查标准 第三个确立明镜分离原则 第四个公平上下架机制的建立 第五个公益诉讼条款 第六个民文保护新闻专业自主 也就是编辑室公约的问题 赞成反媒体垄断法 这六大立法诉求的被提名人 是不是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六位都赞成嘛 好谢谢 那个除了翁委员跟何吉森委员之外 其他四位先请回 那我先请教一下翁委员 2013年1月10号 当反媒体垄断运动在广电三法 提出这几个立法诉求的时候 你是不是代表那个时候的NCC 紧急召开记者会 延迟的批判 认为这是一个草率的立法 包委员 那时候我是通传会的代理发言人 那委员会的决议 那我是代理发言人的角色 因为那个委员会的决定是这样子 我就只能依照这样子来做 好那你个人认为在2013年1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广电三法修正案 跟反媒体垄断有关系的条文 没有过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觉得遗憾 因为那个时候朝野 都已经跟全国的民众承诺 都支持反媒体垄断的理念 结果NCC那时候跑出来说要用专法 结果搞到2013年 拖拖拉拉到3、4月才提出来 最后胎死腹中 那个时候医院拦下来没有过 你觉得是好事 还是觉得遗憾 我想 是不是要立专法 这个我想说另外来谈 但是就是说广电三法 假使这样子的话 我是赞成让他能走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开那个记者会的时候 你也很无奈 因为那个是机关的意见 不是你个人的意见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跟委员报告 我那时候是那个会里面的代理发言人 委员会的结议 七位委员的结议 我要遵守 好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请那个 何 何其生 被提名人 你好 你好 我看了你的那个著作目录 对不起 我看不太懂 论文 迎接数位时代的资讯传播 基本法治的整合与建构 台湾有限 视讯宽频网路发展协进会 202000年的论文 结果同一篇论文 迎接数位时代的资讯传播 基本法的整合与建构 出现在蔡明成教授 研讨会论文的著作目录当中 这个论文到底是谁写的 我跟蔡明成老师 在比较早之前 还没有到 NCC还没有成立之前 我们就曾经有研究过宽频 未来网络宽频以后的研究 那后来的那一篇研究 是我的博士论文写的 没有啦 我现在很具体的 你的博士论文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我整本念完了 三四百页 我整本都看完了 现在我只很具体的问你 这篇论文到底是你写的 还是蔡明成写的 我跟蔡老师都有参与研究 现在这篇论文 今天有没有带来 我的论文可以 我事后再提供给委員 所以这些著作目录上面 我现在先请教你一个事情 你说这是一篇论文 如果是你跟蔡明成合注的 你为什么不标出来 你在其他的地方有写哦 写说与谁谁谁 何写与谁谁谁何写 所以这篇文章到底是你写的 还是蔡明成写的 因为我们是那个时候 有接受委托研究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以学校的那个 所以我问你到底是谁写的 是你们两个合注的吗 对 如果是合注的 你为什么不标示 可能这边有输入我们再补证 来请秘书长上来 请陈秘书长 但是我以为你的时间到了 我尽快 因为这个事情要弄清楚 上一届 NCC委员提名的时候 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这件事在发生我很遗憾 秘书长你觉得 被提名人送这样子的资料来 符合规范吗 我想如果是合注的 应该要注明 除了这篇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 来请和被提名人 这里面没有清楚的标示 是你跟人家合注的 还有没有别的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好 因应公平竞争环境的资讯产业 一样 台湾有限宽品2002年 人家赛的是谁 蔡明成 你刚刚跟我说没有 有限电视的发展与展望 你也没有写别的 人家赛的是谁 陈清禾 成立财团法人 原住民的可行性评估 人家赛的是谁 陈清禾 你刚刚敢跟我说没有 我可以跟委员 光光 就拜托交通委员会的要求被提名人 送更正的资料来 送更正的资料来 如果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你今天送到立法院来的资料 全部重新回去看一次 那第二个 其他的被提名人 今天刚好也有机会 再回去review一下 你们送到立法院来的东西 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在院会行使 同意权投票之前 提出更正版来 好 相关的论文 因为都是这个协会 在赞助的研究 我到现在 我都找不到 所以请被提名人 把你的著作 更正表 连同著作实际的内容 一并提出来 好 就黄委员所提出的 也请提供 我们据实以报 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做到 那再请补送 或者是重新列一个表 请秘书长再注意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请徐国勇 徐国勇 徐国勇委员不在场 请蔡毅宇委员 蔡毅宇 蔡毅宇委员不在场 请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 林德福委员不在场 请邱志伟委员 邱志伟 邱志伟委员不在场 徐徐正伟委员 徐正伟委员不在场 请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 江启臣委员不在场 请管毕临委员 管毕临 管毕临委员不在场 请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 徐永明委员不在场 请钟孔少委员 钟孔少 中孔少委员不在场 请卢秀燕委员 卢秀燕 卢秀燕委员不在场 请赖世保委员 赖世保 赖世保委员不在场 请李鸿军委员 李鸿军 李鸿军委员不在场 请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 陈明文委员不在场 请于婉如委员 于婉如委员不在场 请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 陈廷飞委员不在场 请黄秀芳委员 黄秀芳 黄秀芳委员不在场 请赖瑞隆委员 赖瑞隆 赖瑞隆委员不在场 请黄伟泽委员 黄伟泽 黄伟泽委员不在场 请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 陈一杰委员不在场 请许玉仁委员 徐一杰委员不在场 请周辰秀霞委员 周辰秀霞 周辰秀霞委员不在场 请张丽善委员 张丽善 张丽善委员不在场 请陈奈树梅委员 陈奈树梅委员 陈奈树梅委员不在场 请黄拉茨 Yotaka委员 黄拉茨Yotaka委员 黄拉茨Yotaka委员不在场 请赵正宇委员 赵正宇 赵正宇委员不在场 请姚文治委员 姚文治 姚文治委员不在场 请罗明才委员 罗明才 罗明才委员不在场 请陈学胜委员 陈学胜 陈学胜委员不在场 请高金树梅委员 高金树梅 高金树梅委员不在场 请王惠梅委员 王惠梅 王惠梅委员不在场 请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 刘兆豪委员不在场 好我们登记 直询的委员 已经已发言完毕 做以下处理 委员刘兆豪 委员赵正宇 委员何欣纯 委员黄国书 等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 并刊登公报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因为会场人数不足 没有办法做决议 刷齐赶快 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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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